当地时间7月2日,张颖颖案被告克里斯腾森律师提出新动议。 为了在庭审中展示新证据,提议将量刑时间由原定的7月8日延长至7月29日。 此前,张颖颖家人援助律师王志东接受南都记者采访时表示, 辩方预计会把辩护重点放在量刑阶段。 据悉,陪审团员并在7月8日开始进入量刑阶段,对被告是否判决死刑进行裁决。 尽管其所在州伊利诺伊州已经废除死刑,但是由于是联邦法院提起指控克里斯腾森,因此有可能被判处死刑。 但是,据当地媒体报道,美国联邦死刑资源顾问专案显示,在自1988年以来,审理的236起联邦案件中, 陪审团最终判处64%的罪犯终身监禁。 死刑率,占36%。 据了解,在量刑阶段,12名陪审团成员,需一致选择死刑判决。 如果一个陪审员不认为,克里斯腾森应判死刑的话,他将被判无期徒刑。 而为了让陪审团决议被告死刑,检方首先必须向所有陪审员证明被告故意行凶。 随后,12名陪审团成员,必须一致同意,存在法定加重刑罚因素,或者存在判定被告死刑理由。 这些理由包括,张盈盈因绑架而死亡。 克里斯腾森,以特别令人发指,残忍或堕落的方式,犯下罪行。 涉及对张盈盈实施酷刑或严重身体虐待。 克里斯腾森经过大量规划和预谋后犯罪。 如果上述其中一个得到陪审团的一致同意,那么陪审团可以考虑非法定加重刑罚因素。 这些包括案件对受害者的影响,受害者的脆弱性和困难,被告缺乏毁以及该案,将会带来的风险等。 据报道,张盈盈的家人,预计会在量刑期间出庭作证,阐述其作为受害人的影响。 不过,律师王志东表示,他还不想确切地说出谁会作证。 针对此,辩方将提供证据证明,其应被减轻刑罚,或者克里斯腾森不应该探处死刑的理由。 据悉,辩方律师尚未说明其辩护方向,但一直在定罪阶段出庭的克里斯腾森的父亲,预计将会出庭作证。 才写,南都实习记者朱秋雨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。